好 大家好 今天来做一道杭州近似的名菜 栽烧鹅 吃一起酥等于风一起山 吃一日酥要八日复 我是奇山素食大厨刘勇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素食烹饪心得 这也是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名菜 准备了油豆皮 还有一点点姜 一点点泡水木耳 还有一点八角 一点香叶 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东西就好了 首先我们第一步呢 要把这个泡软的香菇 把它切成小粒 那我们再切一点 把姜也切一下 切大片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锅烧热 放点油下去 因为炒香菇嘛 比较稀油 它比较湿油的 可以稍微多放一点点油 然后把切好的香菇 把它倒进去炒香它 这个时候呢 我们里面调一点底味 我们放点松茸树蚝油 再来一点点松茸 好 不用太多 很快的啊 很简单 就这样炒一下就可以了 把香菇的味道炒一下就可以了 好 紧接着啊 这个锅是不用洗的 接着把这个姜放下去 轻轻的煎一下 我这个发起来也放下去 煎一下 好 然后把火关小一点 放一点松茸酥油下去 好 来一点点生抽 生抽也是要煎一下 它才香 好 然后把火打开 倒入开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这个香叶放下去 简单的煮一个卤水 好 我们往这个炉水里面放点白糖 这个白糖可以稍微放多一点点 因为它有点甜 口感好吃 好 下一步啊 大家看这个豆皮 这个豆皮 那个边边有点硬的 把它给撕下来 他要把它先撕下来 先煮一煮 因为这个硬的 它等一下泡不软了 它要煮一下 所以这一步很关键 所以说有的家人 他在做这个摘烧药的时候 他会吃到里面 他有那个硬硬的东西 就是这个边 它没有处理好 所以它就做出来 就不好吃了 还有你看中间那个地方 有一些比较厚的那些硬的边 也要把它撕出来 然后下去先煮一下 然后呢把它关火 把它拿起来 放到一边把它晾一晾先 现在太烫了 不好操作 等到这个卤水稍微放了一下呢 我们就把这些 香片呢 这些香叶 八角这些夹起来 这些就不要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豆皮 把它裁剪一下 把它一开四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拿 拿起一张 在这个卤水里面浸泡一下 好 先让这个豆皮 把这个卤水 尽量吸多点先 好 大家尽量把它 凑成一个方形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泡软的这些 比较硬的一些腹竹 把它放到中间去 香菇 放到中间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卷它 把它卷起来就好了 把剩下的汤 就把它倒到里面去 让它味道更浓一点 然后我们把卷好的 把栽烧鹅放到中间里面去蒸 蒸到20分钟 好 很快就到了 20分钟 然后把它拿出来 这就是一道 吸满汁水的栽烧鹅 我们还要煎一下 那就更好吃了 我们把锅烧热了 放点油下去 煎一下 油不用太多 一点点就可以了 到了这个最后一步了 我们把火关小一点先 不要太大火 等一下它会一下就会糊掉的 我们把它煎好把它夹出来先 来 把它切一下 我们把那些 崩出来那些香菇粒把它放到中间去 把它藏起来就好看了 再撒上一点炒过的白芝麻 再配上一点酸辣梅子汁 那就更完美了 这道菜又好看又好吃 不会是一道杭州名菜 哎呀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尝一口了 加一点我们的酸辣梅子汁 哇 你看这个 好满足啊 嗯 富足的圆糯煎香 加上那个八角 有点甘甘的 好萎名啊 嗯 豪仔 我来说一下这个做法的要注意的地方 在做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放盐 因为你放盐这个炉水就很咸了 它会变得很咸 这个菜稍微有点甜口为主 放点我们的松永鲜跟松永树蚝油 就已经够味道了 好简单耶 年 十一 年 今年 两日 是